Hello 大家好 又见面了 欢迎来到WeGoFM特别节目 七分钟EDM入门指南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Johnny 那么第十期节目啊 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各国EDM的区别 之前我们都是以EDM的类型呢做分类的 那么其实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EDM风格呢 都会受到当地文化和风俗的影响 比如我们中国的土海对吧 甚至有时候你一听到这种风格的电音呢 大概就能琢磨到是哪个地方DJ的出品了 首先来说一说英国电音啊 我个人认为呢 英国电音虽然旋律是内敛的 但是充满了活力和感染力 表面是平凡的 但是只要仔细听来啊 真的是暗流涌动啊 可谓是粗中游戏 常常会给我一种帝国衰败的时候 救世主吹暗的曙光感啊 听完之后呢 会让我整个就是浑身都是满满的圆动力啊 勇气和自信之蹭蹭的提升 无论从什么方面来说呢 英国电影都盛产开山作品 都被无数后人啊 反复借鉴致敬 代表人物有Ocean Lab Faboy Slim Mike Oldfield等等 再来说一说德国电影啊 德国呢 就是给人的整体风格是一样的 德国的电影呢 也是旋律严谨啊 层次分明 结构紧凑细致 曲风严肃 节奏充满力量 功底深厚成熟 一般来说呢 德国电影喜欢描述宏伟的 宏观的一个景象 大好河山 以及对人为自然灾害呢 这些一些警觉啊 其中也不乏对人们的鼓舞 对挫败的一些安抚 几乎没有听过什么 虎头蛇尾的烂尾曲啊 反而是经常制作出那些 大气磅礴 荡气回肠的声曲 德国的艺人们呢 一般都会把自己的形象塑造的很伟人啊 可谓个个都是大师范啊 有点枯燥又很耐听的曲子 给其他mixer和dj呢 提供了很好的采样和借鉴取经的空间 同时呢 也提高了听众的鉴赏水平 我个人认为呢 德国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启蒙电音过渡啊 代表人物有craftwork atb等等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呢 就是来自craftwork的The Model 接着来说一说法国电影吧 法国电影的风格呢 也是给 也是和法国给人的感觉很像了 旋律呢 是懒散的 具有娱乐精神和价值氛围啊 艺术的高度简直是无上限 法国电影懒洋洋 不欢不忙的节奏呢 经常让我的脑海里有一种 老子今天不上班 不上班 天天不上班 我要罢工 我要消遣 我要享受 我要丢下烦恼 我要狂欢 哦耶 下面来说一说日本电影啊 日本电影的关键词 在我看来应该是浪漫温馨 洗脑细腻 还有都市感 时尚感和科技感的结合啊 其实和其他电影大国相比呢 日本可以算是电影新秀的国家 听惯了欧洲电影 玄美啊 优美旋律的我啊 第一次听到日本电影的时候 还有点不习惯啊 因为相比起来啊 日本电影的节奏 的确有一些刻板啊 枯燥 很难分辨上一首和下一首之间旋律的区别 但后来在反复播放中呢 我寻找到了真谛 并且可以算是越听越上映 越听越喜欢无法自拔了 经常可以在日本电影中 找到非常适合单曲循环的 超耐听的神曲啊 而且日本电影呢 对主题的表达也是层次比较深的 有家庭的温馨呢 细节也拿捏得体 整体的风格也是非常清新治愈 一旦你喜欢听日本电影之后啊 你就非常容易被洗脑 日本DJ还是很有大潜力的 可以长久关注 现在大家听到的就是来自 Shingo Nakamura的Fona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日本电影的特色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期分中 EDM入门指南的全部内容 下期节目 我们继续来聊 荷兰和美国的电影 感兴趣的River们 千万不要错过了哟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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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全都有 期待你的到来哦 那下半期节目 马上就要开始了 准备好和Johnny 一起进入Next Level了吗 Let's go